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老公帮助每个月还款 前几个月他忘记还款 后面银行打电话来催款 并且说要补交两千才能保住这个协议 于是就补交了 这个月眼看又到还款时间 因为又要去还其他债务 每个月生活也很紧张 除了生活费之外 不敢有其他开支 所以跟老公商量 让他每个月补充一点生活费给我 我其余的钱拿去还款 他也答应了 但这五百块钱还款 我却不好意思再提让他还款 于是就拖到今天 银行突然打电话给我催款 并且说要每个月还一千进去 才能保留这个协议 我和对方协商 现在我可以想办法先还一千 但希望还是按照之前的协议 每个月五百还款 说半天对方不同意 说这个是针对所有人的规定 不是他个人能做的了决定 听完后我赶紧求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许愿 给我的药经者 二十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二十一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年底前完成 许愿一年时间内 法布施一万两千条 礼佛大忏悔文四十九遍 许完后 我马上给对方留言 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 身上一阵阵发热 我知道菩萨来保佑我 加持我了 我满怀希望 相信今天这个事情 一定能够协商好 如我心愿 刚开始他说不可以 我又继续和对方说 好坏利弊都说了 我说如果不同意 那这个钱就先欠着再说吧 等我有钱再还 对方听完后 马上松口说 答应帮我申请 最后同意说可以 还是按照原来方案还款 真的是太感恩 观世音菩萨妈妈了 我听完当即泪奔 泪流满面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救度我 深深忏悔自己 没学佛前的无名愚痴 犯下的错 谢谢观世音菩萨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新年师父开示极紧 台长新年叮嘱 台长的新年叮嘱 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选择2012年1月22日 悬疑问答 新年有个新开始 希望大家能够 一定要好好学 对得起观世音菩萨 对得起自己 不要浪费时间了 新年千万不要打麻将 千万不要乱喝酒 新年千万不要去做无味的 那些浪费时间的 就是浪费生命 希望大家有时间 多多念经 多多做善事 多多做好人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冬瓜在今天晚上 会非常非常的人多 那么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心静 只能求三件事情啊 三件事情就比较灵的 胆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 师父的白话佛法 如果想坏事 做缺德之事 这是无智无德 非但无道德 而且没有智慧 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有些法门是修身的 有些法门是修心的 而真正的法门 应该是身和心一起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